台湾三大赛 台湾最具瞩目焦点 第一盛世璀璨开打 英雄战将全员到齐 一幕幕精彩球技 即将震撼你的双眼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播刘秀平 现在为您带来的是 7月10号到13号 在全国花园高尔夫俱乐部 举行的2014TPGA锦标赛 由台湾最顶尖的高球制片团队 福利登创意影像 为您带来最精彩的赛事集锦 这场比赛是由台湾职业高尔夫协会 TPGA主办 全国花园高尔夫俱乐部协办 赛制为四回合72动的比赛 这是台湾历史悠久的大赛 从1966年举办第一届以来 今年已经来到了第47届 他和三商名人赛 以及仰德TPC锦标赛 并称台湾三大赛 而2014TPGA锦标赛 也是今年台寻赛的第三站赛事 从坚强的参赛阵容就可以看出这场比赛对台湾男子高球的重大意义 来自台湾老中青三代 一共131位好手全数出龙 利拼争夺总奖金新台币500万元 冠冠军可得90万元奖金 以及冠军奖杯 而比赛也提供了多项一杆进洞的特别奖 在第11栋 由台湾爱比表公司赞助价值58万4千元的皇家橡树离岸型 Diver自动上链潜水表一支 以及由加龙科技 台湾运彩 各赞助新台币10万元 在第14栋 由微钢科技 以及满星企业 各赞助新台币10万元 在第5 第8 第11 以及第14栋 由升恒昌赞助新台币10万元 每个短洞都有这么丰富的奖项 相信选手们来到短洞 一定会给他卯足全力 想尽办法把球直接打进洞 把大奖带回家 这么多的一杆进洞奖项 对选手而言 都是莫大的鼓励 而这背后也象征着许多赞助商 默默支持着台湾高球 他们的相挺 都是因为看见台湾男子高球的努力 台湾PGA理事长叶章婷上任以来 积极地对外广结善缘 力求更多赞助商加入支持行列 为台湾男子高球创造更多挥洒的舞台 向过去征战日巡观察到的国际赛制规格 一步步地为台湾职业赛事建立更具国际观的规模 成功地为台湾职业男子高尔夫提升能见度 而任期来到了第三年 叶理事长更希望有机会再继续为台湾高球奉献更多力量 我们这次是台湾赛的第三场 那后续还有七场 那我们就是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所以我们PGA的团队以及我们的组员会再接再厉 努力把最后的七场我们把它努力完成 理事长的用心和努力相信赞助商及选手们都感受到了 作为赛事主办场地的全国球场 更是因为台湾PGA的积极用心而相挺协办 能够成为台湾三大赛之一的赛事场地 球场经理吴献宏感到十分荣幸 我们透过在举办职业赛事的时候 我们也会趁机要求我们的团队 尽可能把整个场地的状况调到最好 那么会依照美国1月10月的规格 下去进行场地的整理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所秉持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而这几年全国球场的人气在全台湾火热直升 因为不仅拥有高品质的草种以及球道景观 随处可见的艺术品 让人享受心旷神怡的打球好心情 第二会馆成立之后 将五星级饭店的品质带进球场 米其林级的中西餐厅 让人不仅享受打球的快感 更能够在球场享受大师级的厨艺 以及高格调的用餐品质 高品质的球场 高规格的赛事 最高象征的荣耀 将由台湾战将上演最高精彩度的台湾TP职业锦标赛 台湾精英全属出动 包括特别从美国长春冠巡赛 反台参赛的高球名将 罗顺卢建顺 虽然旅美挑战美群长春 但这场大赛的意义非凡 让他特地反台支持台湾高球 所以咱们有眼福啦 又可以看到罗顺的高超球技和迷人的自信笑容 他现在可是位居美国长春冠巡赛 奖金排名第29 谁说年轻人才能当台湾之光 不老罗顺永远为台湾发光 和罗顺一样同为养得娱乐选手的2014 永绩造期公开赛的冠军台湾一哥林文堂 手感正热 有了一贯加持 让他对于2014充满着信心 同样是新风邦的詹士昌 2014年才过一半 战绩可说是下下降 拿了两场ADP冠军成为奖金王之后 又在科技杯拿下冠军 前两场都打出十分出色成绩的吕伟志 让人十分佩服 在动了大手术之后能立即回到战场 并且有很好的表现 不服输的个性带领着他一步步往冠军迈进 虽然即将挑战中美巡 但仍然十分重视台湾赛事的叶伟志 每一场都看见他的拼劲和精准球技 转入职业以来 每场领先榜上都少不了叶伟志的名字 这一场想必又可以看见他冲冲冲的干劲 台湾PGA出色的新生代选手越来越多 但吕伟德继续展现着不被年龄打败的大将之风 常常都打出超水准的成绩 看他同组的中生代以及新生代的选手 都能借着同组机会学习这位台湾永远一级战将的打球之道 还有多位历届冠军及好手都来角逐第二关记录 包括2012年冠军汪德昌 陈志忠 宋孟章等都苦势单单追求第三关 2014TPGA锦标赛的冠军 将呈现的到底江是老的辣 又或者中生代的气势盛天 还是后起之秀的成胜追击呢 现在马上带大家欣赏精彩的第一回合赛事集锦 哇哦 中台湾热情的太阳 迎接着选手展开第一回合的赛事 比赛一样是分上下午开球 在全国球场练球其实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选手们纷纷在开赛前把握最后练习机会 而开赛前一天因为下过雨 柏领速度变慢 大约落在9.8的速度 相信这更有利于选手切杆以及推杆的发挥 今年第一次参加台湾PGA比赛的楼顺卢健顺 是比赛的重要焦点 他是第一回合最晚出发的阻碟 当时是日正当头的中午时刻 从第一动出发的他 前五个都稳稳就怕之后 在POP4的第六动却吞了一记Double Boogie 不过他立刻在第八动捕回了一只Berdy 后酒顶着大热天 不过却发挥了楼顺排的好球技 抓了四只鸟也吞了一记Boogie 最后以累计地域标准杆 单杆的69杆和其他9名选手并列第7名 同样并列第七位的亮点选手 还有汪德昌 他一样是套拥岛出发的选手 但老虎不怕晒 第一动就抓了Berdy 而后全场再抓三鸟 吞下了一记Boogie 非常平稳的表现 让他同样以69杆并列第七名 和他们排排站在第七名的亮点选手 还有叶伟志 第十动出发的他 前九动没有吞下Boogie 抓了三只鸟 第一动和第三动再抓两只 排名冲冲冲冲到了第一名 只可惜在第四动还有第八动吞了Boogie 让他最后以69杆同样并列第七名 没有风 果领又没有预期快的情况之下 选手们都有很好的表现 所以领先群变得很拥挤 68杆的就有五位之多 曾鸿胜从第十动出发 前九动就抓了五只鸟 可惜在第十二动开球失误 打了大波Boogie 当推杆手感火热的他 在第三动以及第四动又连抓两秒 正当开心成为龙头的时候 却又在第六动三推吞了一记Boogie 最后以68杆战时并列第二位 零根机第一回合一样发挥了精准的铁杆以及推杆 第十动出发的他用小鸟开局 前九动没有Boogie打了四只鸟 第二动再添一只 只可惜第六动吞了Boogie 让他同样以68杆战时并列第二 二十岁生日加持 范江浩全带着瘦心的气势 第一回合就打出了亮眼的好成绩 第十动出发的他 稳稳在前九动抓了三只鸟 没有Boogie 接着在第四动再抓一只鸟 一样没有任何失误 全场无Boogie的好表现 让这个踩满二十岁的年轻选手 以68杆好成绩站稳并列第二位 小范江一岁的赖为轮 去年才转职业 暑假之后将升上台北体育大学 这是他今年的第二场职业赛 实战经验少 全国球场的难度高 不过他仍然打出优异的好成绩 全场抓下了五只鸟 只有一个Boogie 以68杆的好成绩 成为领先榜上年纪最轻的选手 但继续维持才是成功关键 希望他后三回合能有好表现 台湾一哥林文堂已经有了TP巨约锦标赛四座冠军 领着红牌U7公开赛冠军气势的他 将卖力夺下赛史记录个人第五万 他做足了准备来应战 果然第一回合就看见一哥稳稳站在领先群中 第一动出发的他因为换了开球木杆 让他的灰杆节奏更顺畅 前五动平稳打炮 可惜第六动吞了Boogie 不过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节奏 马上在POP5的第七动裂了一只老鹰 而后又抓了三只鸟 让他最后以68杆一杆之差 战时并列第二位 而第一回合战局龙头的 是上一战科技杯公开赛冠军詹史昌 今天铁杆和推杆都是他的好朋友 一路精准一路平稳 第一动出发的他 第二三四动就连抓了三只鸟 可惜在第十二动吞了Boogie 但是第十三十四动马上又捕抓了两只鸟 加上了第十六动的Birdie 阿昌最后以67杆领先群球 战时排名第一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成绩表 目前排名第一的是詹士昌 成绩是67杆 而一杆之差并列第二的则有五名选手 分别是赖文伦 林文堂 半江浩全 林登基 还有曾鸿胜 而69杆并列第七位的选手呢 一共有10位 排名都在一杆之差 可以想象这场比赛将会非常刺激精彩 而排名第一的詹士昌 对于接下来的比赛又有什么样的备战心理呢 其实应该还是跟今天一样 就是照着自己的节奏去打 这个球场很有机会就是一天可能就打得非常好 六十三四五的第一杆出来 那我觉得就不要想太多 打自己的球 注意力还是放在自己的身上 没错 不要想太多 用平常心 稳稳面对每一回合比赛 相信就会有很好的表现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将为您送上更精彩的第二回合赛事激进 会出发生了更年纪 Bitte 感谢观看